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我们今年重新启动的Podcast节目 我们每周都会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 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 就是职业倦贷 对不少人来说,工作的唯一意义 就是为了赚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薪水 为了要吃饭、搭车、缴房租 所以大家只好乖乖的当社畜,贡献自己大部分的精力跟时间 也因为被逼去工作,所以大家很常会觉得说 天哪,真的好不想上班 我那么可爱,为什么要上班 阿姨,我不想要努力了,等等等等的 那这些一想到上班就很痛苦的状况 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职业倦贷 那职业倦贷这个词,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 不过大家对于这个词的理解 可能就是烂草莓、懒惰、抗压性低之类的 但是近年来,随着心理健康的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2019年的时候 WHO就把职业倦贷这个状况 纳入了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的里面当中 而这个新版的标准呢 也会从今年,也就是2022年1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 咦,这是代表说 WHO认为职业倦贷是一种疾病吗? 职业倦贷有哪些症状? 如果我觉得自己有职业倦贷 那可以跟老板请病假吗? 所以,职业倦贷是什么呢? 职业倦贷的英文是burn out 也有一些人会翻译成工作倦贷 这个意思指的是 人因为长期没有办法处理的工作压力 所导致的一种身心状态 听起来好像还有点模糊 所以在WHO最新版的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里面 就提出了三个标准 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职业倦贷 第一个是,当事人常常觉得自己能量消耗很快 动不动就觉得很累 第二个是,当事人觉得自己跟工作的心理距离很遥远 心理距离听起来有点抽象 它意思大概就是说 你工作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抽离、很无感的心情 程度更严重一点的 可能还会对于工作感到很消极 甚至是整天觉得愤世忌俗 而第三个标准就是工作的专业效能下降 可能是你原本的专业能力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 或是工作效率变得很差等等 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状况 如果你发现自己中了一两个 那可能还可以不用太担心 但如果三个状况全部同时出现 那就很有可能是职业倦怠的状况了 所以这代表说我生病了吗? 等等,先不要太紧张 虽然我们提到说职业倦怠被WHO归类到国际疾病的分类标准里面 但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疾病 在2019年WHO公布这个新版的标准时候 确实有很多的媒体都在疯狂的报说 WHO认证职业倦怠是疾病 但WHO也马上的赶紧发布声明稿告诉大家 我们并没有说职业倦怠是一种病 因为在这个分类里面 职业倦怠其实属于会影响身心健康 或者是会让人不舒服 想要看医生寻求医疗协助的状态而已 不是疾病 不过,这也不代表说 我们可以完全不管职业倦怠 因为如果你遇到职业倦怠 却没有特别留意自己的状况的话 那么你的身心状况 就非常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变成其他更严重的心理疾病 那职业倦怠会有哪些应该要注意的征兆 或者是症状呢? 一般来说会出现职业倦怠的人 都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累积了太过庞大的工作压力 所以这边的关键就是 长期承受跟庞大压力这两点 因为每个人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 最开始应该都会想要自己努力看看 试试有没有机会 能够靠自己找出一点点的好成果 但有的时候 你可能怎么努力怎么尝试 都没有办法达到想要的目标 或者是说就算目标达到了 可是你的努力 却一直没有受到别人的肯定 那长时间下来 这种既无力又无助的压力 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心理负担越来越大 最后甚至出现了情感苦竭 对什么都无感的状况 那到了这个时候 有的人可能就失去了对于工作的热情 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想上班 人变得越来越消极 觉得反正怎么做都没有用 那还不如随便做做就算了 也有人会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自己是对公司没有贡献的废物 更严重一点的 甚至还会进一步否定自己整个人的存在价值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 偏向情绪和心理方面的状况 职业倦怠还会影响人身体的生理状况 因为当人长期处在压力的状态下 就很容易发生睡眠问题 像是常常失眠 晚上睡不好 早上起不来 睡眠品质变得很差 那这种经验 我想应该不少人都经历过 这样子长期睡眠不好 就可能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 还有跟大脑的认知功能 举例来说 职业倦怠的人 很可能会感觉睡再久都还是很累 身体出现一些慢性疼痛 消化系统开始变差等等的问题 而在大脑认知功能的部分 职业倦怠的人 还常常会有所谓的认知疲劳状况 也就是变得很难集中精神 思考速度变慢 甚至是觉得大脑运转不起来 脑袋一片空白的感觉 好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职业倦怠的人会出现的一些特征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的是 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呢?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 职业倦怠其实特别容易发生在 帮助别人的工作上 像是医师或者是护理师 这类在医院工作的医疗人员 或者是在这个社福机构工作的社工 跟学校的老师等等 这些比较常负责照顾别人的工作 都是职业倦怠的高风险族群 根据一份国外的调查 学校老师的职业倦怠比例 大约是30%左右 而医师的比例更加的夸张 竟然有67%那么高 那这个当医师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respect 好 那除了这些照顾型的工作 也有一些报道指出说 在学术界的人 职业倦怠比例也非常的高 他们发现说 在整个学术界 不管是已经有教职的教授 还是还没有找到正职的大学讲师 博士后、博士生、职业倦怠的比例 也都非常的高 甚至有一份科学界的调查指出 有高达3到4成的博士生 都有中重度的焦虑 或者是忧郁的问题 那当然 这边提到的只是 这几种高风险的职业类型 实际上 不管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都会出现职业倦怠的状况 而根据研究的调查 还有估计 如果不区分职业类别的话 平均来说 每10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职业倦怠 也就是说 职业倦怠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容易遇到的 那么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让你感到职业倦怠呢? 人为什么会职业倦怠? 很多人在发现 自己有职业倦怠的时候 第一反应 可能是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自己太烂草莓 太没有抗压性 才会觉得很不想要工作 啊 还是因为我能力太差 做错了什么事情 才会想要逃避工作的责任呢? 但是 根据研究的结果 答案可能完全相反 研究发现 如果把人 用人格特质来区分的话 会发现 那些责任感越高 抗压性越高的人 职业倦怠的比例 反而越高 而且更神奇的是 你越觉得自己 有能力掌控生活中的一切 对于工作的期待越高 你反而越容易 遇到职业倦怠 所以说 很多时候 并不是因为你太废 或是太想要逃避工作 才会出现职业倦怠的 这种状况 反而 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因为你太过度的 要求自己 才会导致倦怠的发生 不过目前研究的结果 其实都还没有找出 造成职业倦怠真正的原因 但研究者发现 有六种高风险因素 是最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 造成职业倦怠的六种高风险因素 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别 第一大类因素 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标准 这个标准 有可能是公司 上司给的标准 还有你自己给自己定的标准 都属于这一类 比如说公司给你的工作量太大 怎么加班都做不完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 整天遇到很雷的同事 很鸟的主管 或是思考逻辑很特别的客户 让你觉得对自己的工作 很没有控制感 常常帮人擦屁股擦得很心累 还有一种情况是 虽然工作很多 伙伴很雷 但是你靠自己 硬是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很棒 但最后 却只拿到很少的金钱奖励 甚至连口头上面的鼓励 还有赞美都没有 那就很容易让人觉得职业倦怠 那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 比较关注的是工作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大类因素 也就是缺乏社会支持 这部分就比较偏向是 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你在职场上面 被同事孤立被霸凌 或者是这个上司大小眼 让你觉得没有被公平的对待 这些职场上面的人际互动问题 也都是造成职业倦怠的高风险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是 你不认同自己的工作 觉得这个工作很没有意义 很废 很无聊 甚至更严重一点 觉得这份工作是在做坏事 自己是在当老板的帮兄等等 只要一份工作 没有办法满足你个人的内在价值追求 我们就很容易去怀疑说 我每天花八个小时 去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也就更容易提高职业倦怠的风险 不过这边我也想要特别的强调一下 这边提到的风险因素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高风险因素不是说 你只要一有这种状况 就代表你会有职业倦怠 它的意思是 我们在很多职业倦怠的人身上 都可以看到这些无法达到标准 缺乏社会支持等等的因素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直接说 只要遇到这些因素 就一定会导致职业倦怠 所以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遇到这些因素 你可能不用太过分的担心 但可以把它们当成是一个警讯 提醒自己说 我遇到某某状况了 那代表我可能承受太大的压力了 然后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可能就会对你的身心状况比较好 好的 那假设我们真的遇到了职业倦怠 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去调整呢 想要调试职业倦怠最重要的第一步 或许是先去了解说 自己在工作上是哪些地方出状况了 要了解真正的问题根源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去知道 有哪些方法可以去尝试解决 那这边我们可以试着 从两个角度去思考 一个是公司的职场环境 再来是自己的个人特质 比如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压力一直很大 一直很累 没有办法好好地休息 那这种状况可能有两个层次的原因 一个可能是工作量真的太大了 这就比较偏向公司职场的问题 而第二个可能是工作量其实还合理 但自己明明下班了 还是会很担心工作 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地休息 那这样子就比较偏向个人特质的因素 那当然很多时候 可能是两种状况都存在 但面对不同的情境 我们会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来处理 而面对这种状况 很多医师啊 心理师等等的专业人士都会建议说 要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让自己抒压放松的方法 这个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 可以是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像是看电影 运动 打电动之类的 再不然也可以尝试什么都不做 请一个长假 让自己好好地休息 又或者是找一些可以信任的家人 或是朋友好好地聊天 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支持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此外 在个人特质部分 也许可以试着调整自己的心态 尽量避免自己太追求完美 也不要让自己太努力地去迎合别人的期待 这些当然是很棒的特质 能够督促我们努力成为更好的人 但它其实也是一把双面刃 会给人太多不必要的压力 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些 真的很难达成的目标的时候 完美主义的心态 反而会容易让人感受到很大的挫折 好的 那除了上面这些调试自己的方式 另外一个应对职业倦怠的方法 当然就是改变工作环境 很多人会建议说 如果你觉得职业倦怠了 那可能就代表说 你应该辞职 离开这个工作环境了 但换工作真的是个好方法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 真的很让人受不了 那换工作当然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让自己 继续待在一个很消耗的环境里面 不过在这边还是想要提醒大家 辞掉原本的工作 再去找一个新的工作 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除了找工作很耗费心力之外 就算顺利的找到了新工作 可能也很难保证说 到了一间新的公司 就不会遇到之前工作遇到的问题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 就先试着在原本的公司内部问问看 有没有什么调整的可能性 比如说找人资的同事聊聊看 看看是不是有机会换到其他部门 或者是工作内容 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 有的时候 单纯是在原本的公司内 去做工作内容上面的调整 可能就会有蛮大的帮助 那如果这种种的选项都确认过 尝试过觉得真的不适合 再去考虑离职的选项 或许会是一种风险比较小的做法 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啰 我们团队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到 职业倦怠的这个问题 好像在这几年间 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相关的讨论 所以有看到有一些人疑惑说 以前的长辈们工作也很累啊 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职业倦怠的问题呢 是因为现代人的身心状况特别不好吗 还是那些说自己职业倦怠的人 其实就是太懒惰 不想好好工作才会这样呢 我们翻找了一些资料之后 在一个韩国医生 安朱岩的这个写的书里面 看到了他对这个现象做的一些分析 安朱岩医师认为说 现代的这个职业倦怠之所以越来越常见 其实是有些社会性的因素存在的 包含像是现代社会过度强调加班文化 还有现代的工作 比以前更加要求成果跟效率 大家的工作压力更大 再来还有在社群网站出现之后 大家也更容易出现互相比较的心理 一直担心自己比不上别人 这几个因素加起来 就让现代人的心理压力 比几十年前的人多了很多很多 那当然凡事都有两面 我们觉得职业倦怠在这个时代之所以 会那么常出现 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 我们比之前都更加的重视心理健康了 过去的人就算有遇到职业倦怠的状况 可能也不好意思敞开心胸跟别人讲 怕别人觉得自己很奇怪 可是在现代社会当中 大家比较敢跟别人说自己的心理状况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 有机会能够更早的发现问题 而且当我们都愿意分享自己的问题时 也等于是在告诉身旁的亲友说 职业倦怠很正常 不是什么难以起始的事情 无形中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状况给说出来 那从这个角度看来 搞不好我们是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吧 那无论你喜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 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建议 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法 找到社会支持 还有放下完美主义的心态 应该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哦 那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留言分享的部分吧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留言分享的部分很简单 只要你有帮我们的节目 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五星留言 那你的留言内容就有机会被我们团队选中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被分享 还有得到我们的回复 那因为呢 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留言 所以我们决定先来念一下 我们上上次过年的时候 有做了七集的Podcast试播集 底下观众留言的内容 那第一则留言呢 是来自于佩这位观众的 他是在原子习惯 教你成功的养成一个好习惯 这一集留言的哦 他是这样说的 虽然这一集Podcast内容也是很不错 但个人还是比较习惯 有配乐 有照片跟影片 可以帮助大家想象的志祺七期影片 好的 感谢佩的分享哦 其实的确是有些人是比较喜欢看YouTube的 那有些人呢 过去会常常跟我们讲 他习惯用Podcast 所以开设这个Podcast频道呢 就是希望可以让习惯用听的人 也可以透过他们舒服的方式 来将我们的影片做分享 那我自己在踏入这个YouTube圈之前 坦白说 我也是几乎没有怎么在看YouTube影片的 而且对于Podcast呢 也是 但因为我们的身边 有蛮多人都很喜欢听的 或者是在看 所以呢 我觉得让大家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方式是很棒的 就能让我们接触到更多更多的人 好的 那第二则留言呢 是来自这个香愚的留言 他是这样说的 我有边听Podcast边做事的习惯 但最近一直苦于找不到 真的很match的节目 这期的我就觉得很适合我 在这几点上面 包含这样的话题是宅宅 时事啊 讨论风格跟价值观 也不会讲出一些 让我听得很皱美的话 不过说说那集呢 我觉得有点快 容易一个谎神就错过一段内容了 好的 真的很谢谢这个香愚的分享 其实我们真的也还在摸索 这个Podcast的节目 到底在给什么规划 因为它是跟YouTube 不太一样的模式 那现在我们还是会先以 原本自己七七频道上面的内容 来转译成Podcast 然后比较多额外的部分 就是用这个留言分享的东西来分享 那希望呢 之后比较有经验 会开发一些专门给Podcast的节目 而语速的部分 我就会再多留意 希望大家多多提点我 尽量的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约 毕竟我这个讲话 真的是有点点快 好那接下来的第三个留言呢 是来自这个Direct Home Direct Home 应该是这样念吧 它是说 我自己从上年开始 有在听Podcast习惯 所以志祺七七的Podcast 七集都有听 它是在Spotify上面听的 专程来YouTube留言讲心得 因为我自己有在听Podcast 所以对于画面上面的表现 不太在意 那我自己蛮喜欢 志祺访谈的那几集节目 尤其访问Podcast的那三集 可能因为他们自己 都在做Podcast 所以对那个Flow比较熟悉 所以听得好舒服 志祺的声音很不错 舒服的声音 咬字也很清晰 因为自己是香港人 所以咬字不清楚的话 会听得很辛苦 这是一个很大优势 那缺点也很明显 因为没有固定的搭档 自己一个人 很难去撑半小时一小时 也不能靠嘉宾跟你玩抛街球 所以想要长期做的话 真的需要一个固定搭档 对了还要一个名字 那我自己对于志祺的建议是 可以把Podcast当成是 自己兴趣跟日常的分享 好像是你跟杰哥 家喻他们的访谈 谈这个ACG 你很兴奋的在分享 你开心的心情 也会透过这个声音传递给观众 那也可以把这个Podcast 当成是YouTube延伸 在YouTube探讨的议题 可以在Podcast上面跟大家做更深入的探讨 或者是把探讨的东西放到Podcast上面 虽然这些对于新听众比较硬 但是你有YouTube的基础 做YouTube同类的东西 应该会比较适应到你YouTube的观众 好了 非常谢谢这个Direct的分享 找一个搭档这件事情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想 包含志祺七七YouTube频道也是 都有想说 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异性的主持人 不过也真的一直都没有找到适合的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再缓缓吧 但是是一直有在考虑 用对谈的模式来做传查的 其他的部分的话 目前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就是先用简单的内容直接转置 然后比较深度的 或是比较个人部分 我就会都用后面的Q&A 有适合的问题 我就来把它起个步 然后开始跟大家分享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于这集讨论的 职业倦怠主题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说你有类似的经验 或者是身边的有朋友 家人遇到职业倦怠的状况 或者是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者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的欢迎 你在ApplePodcast上面留下五星留言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